之前也都特别了解他们 因为经常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报道 包括也听师傅和老师 也会经常念叨他们 见了面之后就觉得他们很真实 然后其实就是像自己家的弟弟和妹妹那样 很亲切 也特别的勤快 我说现在的小朋友这么勤快的少 特别都懂事 然后呢 你看他是不太爱讲话的 但是呢 他又很照顾来的嘉宾的这个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贤惠心的 而且当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也是 就觉得他在就是怕我会寂寞呀 或者是怕我一个人无聊啊 就尽可能地找一些话题跟我聊 我觉得很贴心 师傅啊 因为我跟师傅是最熟的嘛 就是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神 是神一样的存在 因为我算是他带我进入的这个电视媒体的这个第一人 然后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刚刚毕业 那个时候没有人认识我就是他会特别地关照我 然后不光是我吧身边很多很多人 我就觉得这么多年了一如既往 很难得有这样的人这么有爱心有耐心去带我们 然后无悦无悔地帮助我们 也不求任何的回报 然后在这里面我就觉得他真的就像定海神针一样 这个家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全带来 泡泡麻花的全带来 我觉得让他们来感受一下这种生活 真真正正的生活 而不是在录节目 打开芒果TV搜向往限定套装 一键获取向往官方周边及芒果TV会员 在遥远的天边有一座很小的岛 岛上礁石的最高处 矗立着一座灯塔 它很久地站立在那里 面向大海放射光芒 为过往的航船指引方向 从黄昏到黎明 灯塔放射出一束束光芒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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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塔 新来的守塔人 接替年迈的守塔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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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